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看看这款车的外观 2024年的SUBRO CROSS TRACK这款车 重新设计了它的前保险杠 还有它的前格杉 总体感觉就是这款车的前面都是重新设计了 而且采用了更尖锐更纤细的这种头灯 和更大的前格杉 是外观显得更加的独特 这款车的侧面 尤其看轮拱的这个位置 它增加了黑色塑料的装饰条 让这款车看起来更有越野感了 还有2024年的SUBRO CROSS TRACK这款车 不再提供手动的变速箱 而是全系只配备CVT自动变速箱 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2024年的SUBRO CROSS TRACK 出了全新的Wildness荒野版 开启了全地形探险的新高度 CROSS TRACK Wildness采用了卓越的SUBRO工程设计 让您自信地探索 崎岖的山路并安全地回家 这款车在动力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它的标准款和高级版本都配备的2.0升 水平对质的四缸引擎 它的LIMITED和SPORT两个版本配备的是2.5升 增加了30匹马力 所以就变成了182匹马力 2024年的版本进行了重新的调校 使它的扭矩变得更大 皮速变得更快 2024年的CROSS TRACK配备紧凑的SUV套装 标准对称四轮驱动系统和8.7英寸的离地间隙 实现了性能和空间的适度匹配 2024年的SUVRO CROSS TRACK这款车 它配备了标准的iSight驾驶辅助系统 比以往更加的安全 可以让您在任何的道路上都可以安心驾驶 这款车还有一套可选配的主动安全功能 如盲点监测 后方交叉车流警报 以及可选配的SUVRO STAR LINK安全和安保连接服务 不仅如此 这款车的经久耐用 也是它的最大特色之一 可以伴随您未来的所有冒险之旅 根据统计 在过去10年的销售的SUVRO CROSS TRACK这款车 97%仍然还在路上行驶 超过了Honda CR-V 还有Toyota RAVAL 还有吉普的Compass 这款车型曾五次获得 Intelity Choice和Smart Choice最低拥有成本奖 2024年的CROSS TRACK这款车首次使用了无线连接Android Auto和Apple CarPlay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可以使车主更加方便的连接自己的智能手机 而且使用手机上的功能 它是告别了传统的有线连接的方式 2024年的CROSS TRACK也更新了座椅和悬挂系统 新的座椅增加了更多的支撑和支持 使座椅更加的舒适 在座椅的下面 SUBRO使用了更新的全球平台 增加了更多的结构粘合和额外的焊接点 增加了碰撞安全性 并改进了车辆的驾驶舒适性 由于车身更加坚固 悬挂系统可以更加的柔软 以更好的吸收颠簸 总之 2024年的SUBRO CROSS TRACK是一款坚固耐用 配备全面的SUV 适合喜爱冒险和探险的驾驶者 其全地形的性能和安全技术 可以让其成为一款可靠的选择 无论是日常通勤 还是周末探险 CROSS TRACK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2024年SUBRO CROSS TRACK这款车 如果您想了解SUBRO的其他车款 欢迎来到Saramonte Subaru车行 这里的销售将结成为您服务 那Saramonte Subaru车行也提供收车服务 所以您家里有车想要出售的话 不如来这里咨询一下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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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